習近平這個人呢 其實我年輕時就跟他認識 台灣年輕人看到說 中國經濟發展 其實硬件的表面的東西很多 豆腐渣工程很多 坦率來講就是台灣這麼多年來 台灣年輕一代人是沒有吃過苦的 沒有被飢餓所困擾的 台灣的年輕人去大陸是 常去的地方 深圳 上海 北京 廣州 這些大的城市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我們現在人在美國的華盛頓 那旁邊這位是 剛剛在飯局上認識的 然後我聽聽覺得他的經歷不錯 想跟各位台灣網友分享一下 那請梅先生自我介紹一下吧 我呢網名叫草安居士 中文名字叫梅鳳傑 我是呢來自於中國大陸 但是呢在美國呢居住了30年了 也算是參加海外反對派 反對中國共產黨30年了 當然跟台灣呢是非常的親近 在某種程度上講 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 我每年都會去台灣 在中國大陸呢 以前是政府的官員 管過很多行業 這個是跟中共的很多官員 也是非常服務 是什麼職位啊 我當時呢是在中國大陸 管過組織啊 和這個醫藥 包括也宣傳 同時呢現在呢 一直在推動一個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滿洲國的副國運動 是 所以你之前在中共擔任官職的時候 是廳局政廳局還是副廳局 副廳局 副廳局 對 那為什麼你可以橫跨這麼多不同的官位啊 當時呢是中共所謂剛剛改革開放 要求的很多就學歷的一些年輕化 只是一個知識化 所以在那時候呢 就有很多機遇 包括在共青團系統 所以呢 跟共青團的系統的人都非常的熟悉 因為在胡錦濤時期啊 就是共青團的系統呢 就是逐漸的掌權 所以在那個時期的省市長們 省長們 省委書記們 我幾乎全部都認識 你像剛剛投案自首的羅保明 海南省省委書記 他是在海南省擔任了15年的歷史 被稱作海南王 因為在一個省市的時候 一個官員待那麼長時間是很少的 包括後來的曾慶紅 有一個叫這個組織部的副部長 他那時也是從我們同市天津的調出去的 包括黑龍江省的省委書記 湖南省的省委書記 河北省的省委書記 當然天津的那個那些市長書記們 都是同事朋友 都是很多事從小一起長大的 所以對中國的官場是非常熟悉 中國的官場到底有多讓台灣人無法想像 可以舉幾個例子分享一下 中國的官場啊 裙帶關係是非常嚴重的 子弟們是非常的多 像這個中國的官場當中 你看到這個名字跟他父母可能對不上關係 但實際上他們是父子父女的關係 我舉個例子 天津的政法委書記 他父親是中國的作協的副主席 河北省的副書記 他的名字其實在中國大陸人都並不陌生 他父親是個作家 寫了一本書叫做《紅旗蒲》 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共產黨的一個文人 但他兒子就叫傘湘君 傘湘君是隨他的母親 母親是傘國英 是原來天津的黨報 天津日報的辦公室主任副社長 黨委成員都是這種關係 羅保明的父親其實是叫張寧 張寧是原來的天津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 後來也擔任了天津的醫藥局的黨委書記 所以他們雖然是看的名字不一樣 但是實際上他們都是子弟 所以中國的官場就是基本上這樣 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自己的兒子、閨女去接班 當然這裡頭中國官場是 其實子弟們是無法管制的 基本上無法無天 這點上其實跟蔣介石、蔣中正 國民黨時期是非常接近的 這個中國的官場的腐敗程式 遠遠超過就是大家的想像 在中國大陸大家看到這個貪污 就是非常的普遍 在這個普遍當中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個中國的這個貪污的非常厲害 其實在中國大陸的貪污程度 西方社會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台灣也沒辦法理解 對 在中國貪污了幾個億人民幣 那是一個村長的級別 那你這麼看就是現在柯文哲疑事深陷這種貪污的風波 這個拿到中國來說是小兒科 根本就不算貪污 根本不算貪污 所以我這個大陸人看到柯文哲這麼做的一個案子 他大約是幾千萬 就是三千萬是四千萬的一個 之類的 之類的 這台幣啊 就是對人民幣來說就是 不算貪污 這是很正常的 這些大陸行賄的時候 我在我年輕時在中國大陸是80年代那個時候 那時候的中國大陸的工資標準只有一百 就是通常大學畢業一個科技幹部就是50塊到60塊的人民幣的工資標準 但那時候的行賄都已經在三千到五千 有時候一次行賄就要兩年到三年的工資 甚至四年的工資 所以你想那些錢怎麼來的 都是貪污來的 他一跟你行賄的時候 他一定是從別人再收取匯務 對 他否則沒有這錢 要不就是貪污腐敗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那個李尚福秦剛確實也是貪污 李尚福他肯定是有貪污的 他們這個在總裝備部那些部門的話 那個軍費開支是非常大的 我曾經在80年代參加過一次中共的一個軍委的工作 那時候是總後勤部進行全軍財經紀律大檢查 那時候就是中央軍委又派出了中央的檢查紀律委員會 財經紀律檢查委員會15個人 10個人到全國的各軍區去視察 到軍察視察的時候 去了之後就發現供應的非常好 結果大家就問說 你們給我們這些東西我們吃不了啊 他是地方部隊的迎擊幹部 就說報告首長這是軍費 後來我們就問他你這軍費多少錢呢 他說你們一天一萬塊人民幣的軍費 當時你要知道一個戰士的津貼只有12塊錢 我們軍官們到視察的時候軍費一天是一萬塊錢 就15個人一天要15萬 所以那時候他們軍隊的腐敗是難以想像的 八十年代就這樣 所以當時我們接觸的張萬年在廣州軍區當私運 我們去的時候他就是帶我們去打槍打那個機箱 然後他找一個班的戰士在裝子彈 給你裝子彈 然後我們就拿機槍就打 打的子彈那個彈殼子彈頭是要拿推土機去推的 你就知道那這多少錢 但是然後呢就去帶10號錢的時候帶圍方 圍方呢有一個部隊的洋馬場 以前是給騎兵部隊的 騎兵撤銷之後呢改成了養物場 養物場的霧血是撞羊的 所以他就專門要割那個霧的霧腳的 哼血是當時是給那些軍隊幹部們撞羊的 但是中國大國的這種腐敗是非常嚴重 當然到後來的時候 大家就是更加日益嚴重 更加抗亡 因為中共的這個經濟發展了 鄧小平講了要讓一部分先富 是啊 這個先富起來的話呢 當時很早以前的 我跟那個鄧家的幾個孩子認識 當時我們在廣州時候 他有一次見到鄧家的這個姐姐 結果他就跟我說 你還沒有發財 我說沒有啊 你現在要一部分的搞 爺子說我要一部分先富起來 你現在可以做點事情啊 可以搞個指標賣賣彩店賣賣汽車 所以呢這種這個發財的狀況 在子弟當中是非常普遍 所以當時他擁有的財富 就是這些子弟擁有的財富 是遠遠超出於平民百姓的象徵 在80年代的時候 這個人後來我有一個朋友 這個人就是在廣東後來做到 中國的總檢察長後來被抓了 他在80年代的時候 他幹什麼 他在一個縣裡頭做檢察長 他當時是我們在武漢遇上了 遇上之後我就問他 你幹什麼來的 他說我追上來 他說你追什麼賬啊 他說我借了一個朋友 50萬人民幣 當時在80年代我們就覺得很吃驚啊 你廣東的一個縣的檢察長 你竟然有50萬的錢現金去借給別人 當時是2比2 就2塊2的人民幣可以換1塊美金 50萬的話 你想這是一個很大一筆錢 是 所以當時就等於是20多萬美金了 就那是80年代的時候 他就這麼有錢了 你講這個錢 作為一個檢察長他哪裡錢 所以現在貪污也是越來越嚴重 那習近平也我覺得蠻好笑的 因為你看你那個年代貪污這麼嚴重 那習近平又說要打貪 結果現在貪的也是更嚴重 這意義在哪裡 中共這個貪污的問題 它不是想打貪的問題 它實際上是個制度問題 它這個制度就是讓你去貪 如果在這個社會裡頭 你在這一群人裡頭 你不貪的話 那些其他的貪的人 就會把你視為眼中睛 你連結了 那我們怎麼辦 對不對 他一定要把你趕出這個體制內 他想辦法給你羅織罪名 把你給你趕出去 然後做成一個窩案 所以整個的這個體制內的人 都是貪污的 沒有人不貪 那你方便問一下 你以前貪多少嗎 這個貪污肯定是貪的 我老婆就經常跟我的朋友說 如果你在國內的話 沒有到美國來的話 不是貪官就是無力 要不是奸商 然後呢 就我老婆會稱說 我們感覺到到美國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在中國的話 百分之七八十 你現在是監獄 因為在貪官當中 他一定要找自己靠閃 他要行匯送匯 他找到一個自己背後的大佬 這個大佬的話 因為政治鬥爭上面 以後江澤民 到這個胡錦濤的時候 他留下一個技術官僚派系 這技術官僚派系 就到最後就是 以克強為代表 所以一定要把他們趕走 所以中國大陸就會有 東院西院 就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一個鬥爭 所以他鬥爭一派 所以你看到習近平現在的 他的人馬是什麼人馬 都是他在福建提拔那些鄉長鎮長們 包括李強他們很多人 都是技校畢業 學農機的 你知道中國大陸技校是什麼 初中畢業就可以上技校 所以他那個水平就是高中的水平 而且還不是完整的高中 原來如此 我剛在飯局上替你分享一個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你說有些商人還是一些政府官員 會把那個美國的報廢車拼借 然後賣高價跟銀行騙錢 這個事情這是很普遍的一個事情 很普遍 很普遍 因為在美國呢 就是有一些商人在做什麼的 就是他到廢車場買報廢車 這個尤其是買好的牌子的報廢車 包括法拉利 羅斯萊斯這樣的車 買完之後呢 他會把前面好的留一部分 後的好的留一部分 中間就要接起來 接成家常的車 家常的車之後呢 他重新粉刷裝修 但是美國的車是報廢的 是不可以開的 但是他們會運到中國大陸 運到中國大陸之後呢 他就會賣給一些人 這些人也知道這是報廢車 他也不會做 他幹什麼呢 他這個公司 他就是在公司裡 他買一部車之後 他放上幾天 或者一個月兩個月 然後呢就跟銀行的人勾搭起來 然後把這個車抵押給銀行 這個車是可以開到銀行去了 但是開不出來 你開就散架了 所以呢 他就銀行給勾搭好之後 這個在中國大陸這些豪車都很值錢 他可能抵押到幾百萬 甚至上千萬人民幣 他至少能夠抵押到五百萬人民幣 所以大約和台幣斷 就是柯文哲貪污 柯文哲現在得了分包子 封不得錢了 所以呢 他就然後拿著去之後 大家 美國的車廠賺一筆錢 銀行人賺一筆錢 他會 他就賺一筆 這個永遠就在銀行裡放了抵押 然後呢 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的公司一破產 公司也關門了 這個就說一個 資產之後 銀行就當壞賬 銀行就消化掉 這事的大家錢就分掉了 所以我想說中國這經濟 尤其是疫情之後 這個資金鏈斷供 很大原因應該也是 很多人都在玩 不同的這種圈錢的招數吧 對 就是他會有很多花招 所以這種騙錢的手法是很多的 我看房地產也是類似這樣騙的 對 中國的房地產都是如此 那你怎麼看 其實越來越多台灣年輕人 他雖然清楚的認知到 中共國跟台灣是不同的國家 但他們更多的認為 中共壞吧 但好像沒有民進黨這麼壞 其實這個問題 你要從兩個角度上看 一方面你要看到 中共是給人要塗紙磨粉 他要給人造一個繁華世界的一樣的 證明他是經濟很好 怎麼怎麼樣 你回頭看一看 中共這個改革開放 這個30年高速發展 他是搞什麼 賣資源 因為在海外 你要想挖個煤礦 你一定要把那塊地買下來 你才能挖一塊地 但中共不一樣 中共說你說我要挖煤礦 我只要跟村長 鄉長 鄭長 或者縣長說一句話 我只要有一個 10平方米的地方 夠那個洞口行 我就可以挖 所以在中國那個實際上是 那個礦產資源是沒有成本的 所以你看到 所以中國大量出口這些能源的產品 它是跟美國 為什麼在國際社會上有很高的競爭力 是因為它沒有成本 所以這是它中共高級的經濟發展量 所以中共前一段時間 大部分是資源出口 到後來之後 就做外來加工 加工的時候 它的人工成本是非常低的 所以它跟美國競爭的時候 美國人說 國會會說 你這個工廠是血汗工廠 但中國不承認 中國說我們很好 我們給那麼多 給它工資 它以前收入一個月1000塊 現在我們給它2000塊 因為這同樣的安全設施 老保設施 全達不到的 所以它有一個血汗的工廠 所以高速發展的很多臺灣的人 臺灣年輕人看到說 中國經濟發展 其實硬件的表面的東西很多 豆腐渣工程很多 這是一個表面的 另一個坦率來講 就是臺灣這麼多年來 至少是從蔣經國內 高速經濟發展之後 就70年來之後 臺灣年輕一代人是沒有吃過苦的 就是沒有被飢餓所困擾的 所以當看到這種東西 覺得民進黨不好 我個人認為 其實民進黨這些年的經濟 是增長得非常快的 你看到中國表面的東西 你說民進黨不好 但是我覺得至少你可以在臺灣說民進黨不好 當然你知道中國大谷可以 罵民進黨說不好 但是你如果說共產黨不好的話 那這個結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他們會去覺得說中共的統戰是不存在的 你看中華美食很好吃 中華的文化很好對吧 但是我們都知道 中共是利用這些文化跟這些 所謂的美食高樓 去做這個黨支部去跟他們連結 去統戰你 但這個它就是循序漸進的嘛 像你曾經做為中共的官員 你有什麼破解之招 或是可以跟臺灣網友分享一下 臺商的經驗是非常真實的 中國人包括臺灣的我們這些人都是要要面子 很多臺商在中國大陸吃過虧是不敢說的 他們一方面的就是說 在大陸的被人壓榨或者吃虧了 他們回到臺灣是講他失敗 他可能會親友很沒面子 就都不願意講 另外你們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其實有很多臺幹在大陸生活是非常艱苦的 他們一輩子可能都不敢回臺灣 因為他們覺得沒眼見人 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我們也好 就是臺灣的年輕人去大陸是 常去的地方深圳 上海 北京 廣州這些大的城市 他們沒有到真正的那些中小城市去 你如果真入到這個除了廣東那一帶 跟那個江浙湖那一帶以外 其他的城市要去的話 你會發現是兩個世界 所以在中國大陸的大城市 是歐洲 是美國化的 到了鄉村去 到了小的三級城市 四級城市 那是非洲化的 是一天一地的 差別是非常大的 所以李克強講 中國的平均人均收入 不過2000塊 所以習近平他會說 我們已經趕上了歐洲 美國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你看到中國現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不能光看到表面上這麼高鐵 在幾個城市一晃而過 真正要百姓的生活 但是臺灣有一個非常大的區別 我每年都會去臺灣 我走個臺邊 所有地方都走遍了 你會看到臺灣的 即使在鄉村 在這個山區 生活跟城市生活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可能有一點 但是差別並不是很大的 確實差別 差別並不大 因為我是花蓮人 我真的覺得 這個生活方便度真的不大 頂多就是在花蓮農村嘛 就沒有地方去酒吧 要跑時需跑很遠 頂多差別在這裡而已 對 其他我覺得沒什麼差 對啊 所以這個城市跟農村的差別啊 是非常顯示這個國家進步的一個標準 這個真正的國民的一個民主自由 所帶來的是一個平等 中國大陸是沒有這個平等的 所以你看到中國大陸裡頭農村貧困的一些 是相當的貧困 你想一想 換個舉個非常真實的例子 就是中國大陸農村的老人 這個就是退休金 只有一百多塊人民幣 所以前一段時間 中國大陸人這個召開會議了 他給一個老人 漲了一年每個月漲12塊的退休金 12塊退休金喝台幣多少 70塊的台幣吃一頓飯的 這種標準的話 在中國大國目前的這個物價非常化 基本上沒有的 是沒有保證的 相反在台灣的話 一個農民的退休金 跟城市裡的退休金 基本是沒有差別的 社會的進步和這個 社會生活的穩定性 很明顯 在台灣是遠遠高於中國大陸 而且台灣還有一個最大的優勢 我不知道你們年輕人可能體現不大 這個台灣的健保啊 是比美國都要好 而且遠遠超過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即使是一些有錢人 他一旦生病的話 一天的開銷 差不多都要在大城市的話 一天要一萬塊以上的人民幣 當然你想一想他的退休金就是好一點的 就是五六千塊錢 六七千塊錢 資金很不錯 所以他一天的生活 一天的退休金可能就相當於他兩個月的生活費 這對你的壓力很大 台灣的這個你生病的話 他花錢是很少的 是 是非常有限 政府能夠管的 說在這點上你看到的是表面的東西繁華的東西 就是說中國大陸有10億人口 他只要有了5%的這個高收入的家庭 他就是五千萬 五千萬意味著什麼 是整個台灣 兩倍的台灣 兩倍的台灣的這個高收入 所以大陸貧富還那麼多 他只有5%那個 你看到5%高端省口的話 好像似乎就跟台灣一樣 但實際上並不一樣 對 中國大陸95%是遠遠低於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比較 再加上那個中國的抖音快手 都是宣揚那5%嘛 所以當然就造成大家都以為是這樣子 是 再詢問你最後一題好了 就是你怎麼看習近平打台灣 會打嗎 如果打的話是什麼時候打 習近平這個人呢 其實我年輕時就跟他認識 更多內容請等下集分享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炯 下次見掰